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护港开市通 我是陈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开市焦点 港股近期自低位反弹已成之后 横止是连跌两日 隔晚美股以及油价回落 或者会继续拖累港股受制于2万点关 内地商政指数正在挑战阻力 留意A股ETF沽空的情况 隔晚美股是全线下跌 原油价格下挫令到能源板块是普遍下滑 而疲弱的中国贸易数据重新引起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忧虑 另外也有华尔街的分析师就认为 自2月中期以来 美股已经是雷涨了10% 现实出现的技术性阻力也是造成估压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ADR的价格 较本港上日收市 价是普遍的下跌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19928点 较周二本港收市低83点或0.42% 横止昨日收报在2011点 跌148点或0.7% 连跌两日 横止短期支持位在十天线约位19650点附近水平 内地的上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是跌25.4% 创下了近7年的最大降幅 远远的差过市场预期 有分析就忧虑 今年内地的外贸形势若持续的转叉 将对人民币汇价是造成一定的压力 不过 近日人民币的汇率转强就录得了四连升重返6.5的关口 内地股市反复坚挺 上升指数六连升收报在2901点 短期的阻力位为2月22日的高位2933点 留意昨日A股ETF的股空活跃 安硕股空金额是达到了4.61亿元 股空比例达到四成 再来关注焦点股份方面 中芯股份公司就宣布了受累于去年铁矿时价格持续的下跌 将为中澳铁矿做减值拨备15亿至17亿美元 料对去年的盈利会造成影响 变相地发放了银景 留意今日的股价表现 今日有多家的公司将会公布业绩 其中以酒仓以及国泰航空两支蓝筹的全年业绩 是最为受到市场以及券商的关注 那么今天的大盘走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要财证券的 中国区业务部发展经理黄丽杰先生 来我们做出具体的分析 Hello Ryan 你好 Hello Chris T 你好 大家好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A股方面 那么昨天这个A股市场是呈现一个先易后扬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再次出现一个宽幅震荡的反转走势 但是成交量方面也有所放大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涨停板的个股的这个数目 依旧维持在50加的这样一个左右 那么并不是太突出的 那么今天A股开盘也不是很理想 那么互生两市都是低开是超过2%的 那么从盘面上看呢各个板块也是全线的下挫了 所以Ryan你是怎么样看待今天A股的走势呢 我觉得今天A股开盘呢确实不好 但是呢虽然下跌了2% 但是呢我们可以留意的是昨天收盘呢 就是做得不错 我们以昨天那个收盘 那个最低位来看的话呢 就是大概是2798点那个位置 我觉得如果这几天呢 如果A股跌不破昨天那个低位的话呢 其实呢我们可以当做今天 作为一个稍微的微调一点 如果能够站得住 现在还在10千点以上 就是2800点以上嘛 那如果说得住的话 我觉得呢A股呢 其实呢还是可以在大声的那个可能性 我们不能很肯定 但是呢稳定起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那么看完了A股呢 也是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那么中国昨天出口的这个数据啊 是远远的超过预期呢 那么也是让港股是回软 那么闲手在2万点的这样一个关口 但是呢投资界对后市啊 仍然是抱有一定的憧憬的 那么汇丰等等的五大行呢 是预期中央在2月将密集的出招之后 呢继续呢会有措施来称经济的 那么可能就预期港股啊 会有一个大涨小回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会继续的持续 所以Ryan你对港股后市又是怎么看的呢 那港股因为刚才你提过 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出口的这个数据呢 出来也是顺于预期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有机会的会影响到 短线的港股那个表现 因为之前港股呢 那这个18,22呢 刚刚好反弹了2000多点了 所以呢现在他用这个借口呢 做一个回调呢也是正常 加上之前呢在月初的时候呢 19,300点那个位置呢 就是有一个高开的缺口啊 我也担心呢这一次的那个回调呢 有机会会有回调这个缺口以后呢 才更有明确的方向 嗯好的 感谢Ryan给我们做出的详境分析了 希望Ryan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解释到目前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涨5毛 中国移动涨1毛5 建设银行跌5分 工商银行跌2分 中国银行跌3分 港交所跌9毛 中国人寿跌1毛6 邮邦保险5涨幅 腾讯控股跌1块8 金沙中国跌2毛5 长河跌5分 新红级地产跌6毛5 九龙仓5涨幅 中国海外跌5毛 华润质地跌3毛8 中海油跌2毛6 中石油跌1毛2 中石化跌8分 昆仑能源跌9分 中国生化跌2毛8 关注完了股市 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中国证券报就引述了 银监会的副主席曹宇就表示 目前民营银行的审批设立政策明确 工作进展顺利 最近将会有一批民营银行 是进入批设阶段 但未有对民营银行设定数量限制 也无定下时间表 曹宇就表示 民营银行需要确立自己的定位 以及模式 银监会会支持他们为小微企业 工农以及小趋势提供服务 而至于第一批试点的五家民营银行 目前的资产是不到800亿元人民币 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 他又表示银监会正在研究设立地方资产的相关管理公司 中兴通讯的公告就指出 美国商务部工业以及安全局 本月7日决定将公司以及三家公司 包括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 中兴伊朗 北京八星加入了实体名单 而根据有关的规定 由本月的8日起 美国出口管制条例下的产品供货商 需申请出口许可 才可以向公司以及另外三家公司 供应相关的产品 并实行否决性的假设的许可审慎政策 公告就指出 公司正在全面的评估 限制措施对业务以及经营的潜在影响 另外 公司将会配合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市进行调查 并与对方沟通以寻求相关的解决方案 有消息就指出 德意志证券交易所和伦敦交易所 下星期会正式的宣布进行合并 路透社就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伦交所和德交所将会于下星期 正式的宣布是达成合并协议 消息透露 一旦完成合并 成本的协同效应将会明显的超过 2011年德交所收购纽交所目标的3亿欧元 因为德交所与伦交所在业务上有更多的互补关系 预料节省的成本将会主要是来自于后勤 以及信息科技部门 但相信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显现 减省成本的效果 而英国金融时报也引述了消息指出 为争取投资者支持合并 伦交所和德交所将会承诺 合并可以节省资本是达到50至70亿美元 英伦银行行长卡尼就表示 若果英国的6月公投决定是支持英国时退出欧盟 将会打击英国的经济 而伦敦金融业也将因为英国退欧而受到创伤 卡尼在英国的议会听证会上发言 就表示若果选民支持英国时退出欧盟 将会对英国经济增长 以及英镑短期式造成打击 而外国直接投资也会减少 同时部分的大型金融机构将会把业务是迁出伦敦 他就表示一些企业正在为英国退欧制定应急计划 而对于有国会议员指责 卡尼是破坏了英伦银行的信誉 指英伦银行立场似乎是支持英国留在欧盟 在去年的10月的一份报告 以及周二的一封信过 就夸大其词的留在欧盟的好处 卡尼就表示英国民众做出决定时 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指报告所用的措辞审慎 称英伦银行的评论并非是支持 或者是反对英国脱欧 央行不会评论英国应否留在欧盟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互感开视通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